接下來的話 310 各廠牌印表機機能這個性能比較表 這個部分的話實際上是一個問卷調查結果的統計 這個算是比較簡單的 在統計問卷工作表裡面 B310到L33這邊要建立公式 統計每一種印表機廠牌的數量 每一種廠牌的數量 然後必須用什麼 Countive的函數來做 所以這邊第一個會考大家就是Countive函數怎麼使用 第二的話就依據什麼 A1到L1及A30到L30 及第一體統計結果繪製圖表 所以這邊要繪製一個什麼圖表呢 繪製一個雷達圖 雷達圖裡面必須有這些底下這些樣式出現 那做完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底下這個圖表 這部分的話是我們要做的 也就是說你會發現 也就是讓這個使用者去做問卷 那把問卷結果做成一個雷達圖 這個雷達圖我想各位在一些雜誌上應該有看過 那一般的雜誌或者是一般的網站 他怎麼做出雷達圖 其實雷達圖非常一目了然 為什麼你會發現有沒有 最低分就零分到十分嘛 那你可以馬上可以知道說 每一個印表機它的相關的 比如說哪一些比較強哪一些比較弱 馬上就可以一目了然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怎麼做 首先的話第一個先把題目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價格高 跟一直到什麼呢 列印速度快 列印品質加等等的 那這裡的話呢 有問卷調查 那就會有一些統計的資料出來 那我要怎麼去計算它的數量 數量部分的話呢 首先在B2一直到B28這個範圍 我要怎麼知道說呢 它的這個值為多少 我要怎麼知道它是A廠牌 或者這個B廠牌 那這個地方的話我就可以用什麼 游標先放在這個B30的位置 在上方插入這個公式 插入函數 然後找到那個全部裡面用Counts 所以打一個CO好了 然後往下找會有個Counts If 那所謂Counts If 前面我們有練習過 這個所謂Counts If 就是說Counts就是計算的意思 If就是如果它的值是哪一個 哪一個條件的時候 那這邊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Range 就是這個範圍 B2一直到B到L 跟著一下應該是這個範圍 因為我只要統計的是上面的這個範圍 每一欄獨立各自去計算 特別是因為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所以這裡請你按F4把它鎖定 那條件的部分的話呢 是根據前面的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是A 那你想說 老師那上面前面按確定之後 你可以發現實際上這個A廠牌 裡面其實是放的這個A 不是放A廠牌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出來 按右鍵 存在格式裡面可以看一下 它實際上是怎麼樣呢 在這裡制定一下 把它前面後面加上廠牌 但實際上裡面存的還是A 那個廠牌兩個字只是說 秀在畫面上的格式而已 可以特別注意 好那我們統計出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請你把它向下 向右 把這個部分的資料呢 把它做一個填滿 不過填滿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這一個裡面的這個公式 這邊的話 Ctrl Z 一下 這邊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然後再取消一下 把這邊在 在選擇性貼上 這個 這個地方向下 把貼上 這個地方我想你們先試著 把這邊先做出來好了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這部分 說到 一次 就可以由 去支援 參加